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NZ的坚持讲解 我是林天心讲师,艾米 今天我们进入VNZ的坚持讲解的第五节 我们把它叫做VNZ的计算属性 那么在这一章节当中 我们要先明白一点 在模板中,板定的表达式是非常便利的 但是呢,它的实际上只是用一些简单的操作 它是一个单运算服务 在表达式当中只能是一个简单的表达式 稍微多一点点它都不行 那如果我们需要稍微多一个表达式的逻辑 稍微多一个,比如说两个,比如说判断等等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使用它的计算属性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VNZ就增加了计算属性的这种一种基础在里面 好,那么计算属性 我们主要我有三点来进行展开 第一个是基础例子 第二个是我们的计算属性和watch方法 它的这个回调方法 直接做一个比较 而第三点呢,就说一下 它既然有getter 那么既然会还存在一个set OK,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课程当中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简单看一个非常基础的例子 在这里 我们在html当中简单的就写了一个DLV 好,它的ID等于demo OK A,然后就等于我们的这个A 然后B就等于B 好,那么在表达式当中 它就会有这样的两个值 那么很明显,在我们的controller的端 在gens端,那必然要有这样的变化 对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gens里面是怎么写的呢? gens里面它是这样写的 OK var vm OK newvoe 好,这个是必然要写的 然后呢 我们获取的element是demo OK 在这里 data里面我们只写了一个值 就是A等于E 诶,我没想学到B啊 那么计算属性 是翻到我们这个里面的 叫做computed computed computed OK,编辑好的 在编辑好的里面的话 我们给了这个对象 编辑的对象当中 我们给的值是B 但是那个B的值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会有一个匿名函数 这个匿名函数 让它返回一个什么值呢? 返回this 好 this 在这里 记住啊 this 虽然是我们的computed的里面 但是这个this代表的是 它的这个的 对象 它的整个这个全局的这个对象里面 那么这个全局对象是我们的 newvoe newvoe的话 它的值是vm 所以呢 这个this 也就换成我们的vm本身 好 那么vm 的中的a 出发了就是它下面的date中的a a的值 再加1 好 a的值加1 然后返回给它b 那么b 既然而然 a是g1加1等于2 那么返回给b的话 b的值就会变成2 所以 在晚页当中显示应该是 显示一个a等于1 b等于2 那么它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吧 好 这里我们就把刚才的这个给它写出来来了 写下来之后呢 稍微加了一点注视 并且把格式稍微调一下 好 写下来之后我们先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好 为了大家能看得清我们放大一点 我们发现很明显 它写了a等于1 b等于2 好 诶 怎么突然跳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在后面这里 OK 我在后面这里 我的商人加了一个setTimeout 然后呢 它在五秒钟之后 我写了一个a等于2 OK 也就是说我在这里 突然来改变了a的值 a等于2 那 我们在这边 在上面 我的这个get 我的这个get 在这一种计算属性 这个计算属性当中 相当于这个b 它的值有没有是依赖于a的 那么a一旦发生变化 b也应该会发生变化 好 在这里 那如果我是在后面了 在整个对线之后 我突然来调用a的值等于2 我让它的这个a的值等于2 那么 我们看这个b的值 它是否也会跟得更新呢? 好 那么在这个例子之后 我们发现它变了 好 我们看 那五秒钟之后 本来现在a等于1 b等于2 然后呢 过了五秒钟之后呢 它突然一下子 a就变为了2 然后b 它就会等于3 OK 这个没有问题 这就说明 这个双线满面机制在这里 那么 b的值 它是依赖于a的值的 所以当a发生变化的时候 b 它也会实时的通过计算 然后呢 变为了新的值 那么它也是随时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我们的简单的基础例子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还是稍微做一个讲解 我们收了明的一个计算属性b 然后我们提供的函数 将用作属性vm.b的一个gather 色白例就是什么呢? 我们提供的这个函数b 后面这个faction OK 我们提供的函数b 后面这个faction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外面 用vm.b 它的一个gather 所以我们什么是gather呢? 就是获取 获取值的地方 好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来获取它的值 OK 获取值的地方 就在这里 那如果我们在后面 用cancel来进行一个cancel.log vm.b的时候 它的值是2 但是当我们对a进行一个 改变值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b的值会变回了3 因为我们整个过程当中 它只是加1的 好 虽然是这样的一种变化机制 那么我们还是set the timeout 直接在外面当中 显示了出来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基础粒子当中 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基础粒子当中 我们发现了 我们像这样 它就像把那个普通属性一样 在模板当中来把那个 一个计算的属性 那么在这里 我们是以一种声明式的 创建这种依赖关系 OK 声明式的 B 我们是像这样 声明的一个匿名函数 像一个匿名函数 所以才像这样 形成了一个依赖性的关系 OK 那么这种依赖性 是干净没有副作用的 因此它是非常容易测试和理解的 那我们刚才的测试很简单 用那个Safe Time Out 就测试出来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基础粒子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基础粒子